判断是否为数字,怎么判断? 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关键的函数 叫做 is numeric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判断?判断的方法一样 记得,我们应该写在哪里? 记得一样还是写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所以我把它写在第一个的下方 就是判断有无输入资料的下面 怎么判断? if 所以后面的话呢 刚开始当然如果你不太知道说 VBA里面哪一个可以判断数字 你可以什么? VBA 点 它其实你可以打个 is 就可以了 一直开头常常都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是不是什么? 判断是不是一个 rate? is a rate? 是不是一个日期? is day? is empty?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错误?是不是 missing?等等的 其中有一个你会发现是不是数字? 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叫做 is numeric 这个东西 是否为数字?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瓜葫,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将来的这个表单里面 这个可以是非数字 这三个呢? 那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数字 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什么? 针对 test box 2 所以特别注意 一一不用 text box 2 所以是不是数字? 瓜葫一下 给它就可以了 当然理论上 这个点text里面是文字 可是你说老师 那个文字 那这样OK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VBA我觉得比较弹性 如果假设了 你给它文字 它会自动帮你转型 自动转 所以你不用特别再把它转成数字 OK 然后呢? 然后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底下内容 中间内容东西 其实就跟上面差异性不大 如果它 应该什么? 应该挡下来是什么? 不是数字 所以不是数字 这样是数字 对不对? 是 那就进来 可是我们是要不是数字的话 那如果不是数字的话呢 怎么叙述 不是叙述 不是数字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这样才是不是 刚刚是数字 OK 那当然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等于Force 其实另外 不过我比较习惯是不是数字 不是 不是的话不等于 不等于True 这个是不是 等于Force 跟不等于True 跟不等于True 一不一样? 还是一样的 OK 所以有人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写跟那样写 两个都一样 等于Force 就不是 不是数字 跟不等于True 不是真的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不等于True 这个可能要 我云端上写的时候我看一下 不等于True 我写不等于True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看到不等于True 那就是等于Force 那底下的话一样做几件事 总共我们就是做 一、二、三、四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一样是Match BIOS 跟他讲说 请输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把它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跳 好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来就是吧 把TextBot2里面的资料清空 游标再放上去 离开 二做完之后再三、再四 所以底下的话呢 三跟四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贴过来 OK 这样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比较快 不然的话自己打 比较花时间 好 那我们来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个CCC OK 然后他输入 不是数字 AA BBB 这样 MMM 按新增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他会把它清空 游标放上去 一定要这样 再新增 这个又检查出来 清空 有没有 新增 他又检查出来这个 有没有 所以如果他输入非 什么 数字以外的资料的话 很抱歉 不能 这个OK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 判断什么呢 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所以一样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不能在下面 然后做什么 判断 所以底下 0到100之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写法 跟刚刚的写法差不多 所以我们直接 那 TESPART2里面 特别注意 我们要挡下来 就是 就是什么 如果当他是 大于100 或者是 小于0 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写的方法是 如果TESPART2里面的资料 大于100 大于100 不对吧 OK 或者是 小于0 这里面 就有点像怎么样 你就画一个方向 大于100 这个是100 这个是0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只要其中一个 为True的时候 那就是为True了 OK 就是用偶尔 这个一定要偶尔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边不可能有交集吧 不可能说他又 小于0 然后又大于100 不可能同时 所以只要其中一个发生的话 那就表示为True 所以 2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3 再来就4 所以 时间的关系一样 我也把这个3跟4 一样把它贴到底下 当然未来你可以用改的 一个2 然后贴下来改3 改4 那试一下 如果一样 再来D D Enter 输入是-10分 120分 160分 当然一定就不OK 如果你没有写这个房贷 你按新增 他就进去了 那就挂掉了 OK 新增 有没有 他就出现 这个就错了 一定要输入10分 然后这个再新增 这个也不OK 所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也不OK 所以怎么样 Delete掉 所以如果输入错误的话 一定就不跟你过关就对了 除非你一定要给我输入正确 这样就OK了 所以三个房贷 有没有可能有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应该有 你可以想想看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针对 你自己工作上面的需求逻辑 自己去把它挡下来 那这样就一直好有力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的话呢 当然 已经大概差不多了 只是说呢 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小的缺憾 什么缺憾 什么缺憾 就是一般习惯是这边 有没有 Enter之后 它应该就资料 就帮我填进去了 有没有 就执行了 可是问题下来的 Enter 它变成跳到哪里 跳到这里 然后你还要再Enter一下 就变成按两下Enter 跟我们一般操作的逻辑 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 然后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你可以 可不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说呢 我只要这样子 然后我最后一个输入 Enter 自动帮我怎么样 帮我就输入了 不要再跳到这里 或者是我再按按钮 太麻烦了 有没有办法 所以 特别注意 它本来是跳到这里 我要把 在这边按Enter的时候 变成转换一下 它如果在这边按Enter 就帮我转换成 把这个按钮按一下的意思 有点像转 这样怎么转 特别注意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网路上Google VPA里面 如何把Enter转换 成为那个按钮 你可能不一定查得到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不见得 都可以查得到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观念 事件驱动 什么事件呢 当这个储存格 当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你把它点两下 它预设的事件是Change 可是呢 理论上我们那个动作应该是什么 当这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那个按钮叫Key 就按键嘛 按键被按下去的时候 所以特别只有按下去压下去压着 有没有 还有放开 其中的话应该是Keydown 当我在Testbox按下Keydown的时候 那Keydown Change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两行就可以删掉 那你会发现 当这个Testbox4被按下按键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它按的是哪一个Keycode Keycode的话就是什么 它按的哪一个按键 其中Enter的话 特别就是它的Keycode等于多少 ASKeycode内码 Enter是13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判断一下 if 如果什么呢 如果它这边的Keycode 它用Keycode告诉你说 它按下的按的按键是等于13的话 表示说它按了Enter 然后呢 当然我是过滤 只有按一下Enter 我才会做动作 其他都不要做 所以其他如果不是Enter 跳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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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只有按Enter才会反应 按Enter要做什么呢 就直接帮我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按键 这个东西 执行等于是有点像 按下那个新增那个动作 那个动作的话 在这个程式里面叫做 CommandButton1 Click 有没有 差一个Sub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seed Sub后面这个到小瓜 复制有没有 然后到这边的话 你就再打一个叫 Tap键 Call Call的意思是呼叫 呼叫什么 呼叫刚刚这个按钮的动作 就是 如果当它按Enter的话 就帮我直接把它转变成什么 就是等于是按下那个按键的动作 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我这边 这一个中断点好了 如果当它Enter的话 它都会跑 我试试看好了 因为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没错 其实我有写过 大概一段时间没写 我怕忘记 ff 然后 输入一下 好 关键时刻来了 我按Enter 有没有 Enter了 key down了 key 键盘被按下去了 那它的keycode等于多少 13 因为我按了Enter 所以它keycode刚好是13 当然同样的方法 以后如果你要抓其他的按键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就call call 这个coming button 一click 你会发现 它call之后 它就跳到这边 等于是有点像 当我按下那个按键 这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其他都一样 之心 有没有 ff就够OK了 再来 所以再 中断点我就把它取消掉 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中断点我刚刚放在这里把它取消掉 然后 所以这边的话 再一次 这个 所以 只要其实输入正确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Enter 其实还蛮顺的 有没有 所以以后 说真的自己写一个这样的系统 自己用的都觉得开心 对 就觉得 人家说 你这系统很棒 谁写的 我自己写的 对 OK 感觉其实也 还蛮值得骄傲的 不过公司可能不要这么高调 对 不然老板会知道 你的能力很好 对 可能会再叫你做更多事情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基本上完成的 在这里 差不多了 但是最后还一件事情还没完成 什么事情 有可能怎么样 你把这个档案 人家会乱篡改 怎么篡改 诶 改了 成绩 有没有 成绩可不可以改 诶可以改啊 那这样完蛋了 不过随时都被你改 挡了好像功亏一篑了 都已经OK了 但最后的话 他还是给你乱改 然后又不成的 那等于是你 最后 都已经都挡下来了 最后又开个大门 人家就随便走 等于好像没有 最后怎么样 记得要教育 保护工作表 加个密码 有没有 教育哦 保护工作表 加密码 我是1234 我用记得 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改 不能改 但问题来了 程式会出错 比如说 HH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 我输入 嗯 出错 为什么 很抱歉 没有密码 所以呢 变成说你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吗 怎么办 没关系 有个方法 非常简单 你可以在程式里面写一行程式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怎么做 待会就跟各位说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把它先停一下 OK 所以刚刚主要的重点 大概几个地方 那请各位试着把刚刚我讲的房呆的部分 就是房呆3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key code的部分 就是当什么 当这个 这边点两下 然后把它改成key down 4件 然后key code等于13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大概是这样 最后的话就是说 如果其实那个问题 把它保护起来 然后最后的话 还能够VBA 可以去修改 这个也是同学蛮常问到的 好像我记得也有一个同学 也发同样的问题 说那个 他VBA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料保护起来 但VBA没办法 去把它做修改 那你们有什么方式可以用VBA 可以先怎么样 解开 保护 然后 最后再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其实只要在头跟尾 写两行程式 那刚刚的那个保护 就会发生效用 不困难 真的 我是觉得 只是加了这个动作 可以让你 这个系统 哇 基本上是完备了 应该也没什么好挑剔的 等于是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一个 什么 完整的一个 整套的一个流式 如果还不够 你如果还有发生问题 当然可以 可以再把它提出来 也许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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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